早上好 愚人村 寂静的清晨 我们来探访一个 泳池 多人多 五星泳池 从村门 先来 水泵 过滤器 加热器没有使用 在忙着 哇 一个非常清澈 漂亮的院子 一定有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主人 首先我们看这个泳池 它的吸水口 这个叫 Skimmer的 吸水口 里面有 一般是有两个孔的 离泳池近的这个孔 通常连接了泳池底下的main drain 但这个泳池是没有main drain的 所以这个口 是堵死的 后面这个离泳池比较远的口 吸水直接去水泵 水泵经过过滤加热之后 通过墙上的两个回水口 一个在这儿 一个在那边 回到泳池 这样一个泳池正常的循环 那在 底下没有main drain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让泳池高效的 水流循环 如何设置来 这两个回水口的方向 我们通常把深水区的这个回水口 让它朝泳池的底部喷水 这样整个深水区的水 都可以让它流动起来 潜水区的 这个回水口 我们让它略微向上一点 向前喷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晰的波纹 那么在 不去打开Skimmer 也不用用手放到水里摸的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这个泳池现在正常的循环 这样就是一个泳池循环的调节